国军今年度的汉光40号演习预计在7月22号要登场 那么传出共军将顺势推出的是联合历届2024B这样的超演 借此给台湾施加压力 不过一句有存答记得的是2024A演习的时候 当时共军就首度将海军结合了海警联合演练 而对第一岛链各边国家也施加非常大的压力 而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中心的官员接受伊甸式独家专访时 就对台美两边因应的下一步提出了建议 汉光40号演习将在7月22号登场 共军有没有可能顺势推出联合历舰2024B 美国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教授魏里婷 点出接下来的战略目标 从520前后的联合力舰2024A开始 中共海军首度结合海警 意在控制第一岛链以西 加上供机已经常态性绕岛 专家忧心危机意识恐将麻痹 除了保持优患意识 台美也得保持常态互动 尤其美国的教研单位 也得按部就班陪职发着人才 游民间走向军事 从教育赋予智慧与权力 台美军事教育进行事 要从基层发挥最大影响力 记者卢俊明 廖士祥 夏威夷报道